好 接下来就是给你讲解一下 在美国生孩子的话是什么选择医院的 或者选择医生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 先选择医生后选医院 但是如果我个人是一个在美国来生孩子的妈妈的话 那么我肯定先选择医院 那么选择医院的话有以下几个标准 首先第一个我会选择医院的 到底排名怎么样 它在US News上面 还有在美国很多一些第三方的机构 都会做美国医院的各种排名 是非常公正透明的 然后US News就可以查到医院的排名 第二个的话 我会选择一个这个医院的 破腹产的指标比较低 和不必要破腹产的指标比较低 还有一个就是 顺产的侧切和直切的比率会比较低 如果这两个比率都低的话 那么医院就会跟其他的医院不太一样 那么第三个的话 我肯定会选择医院的时候 会比较注重医院的地理位置 因为在美国有贫穷的地方 也有护人的地方 有安全的也有不安全的 不安全的地方就是刀光剑血的挺恐怖的 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到美国生孩子来讲 选择一个安全的地点 选择这个医院也是处在于安全的区域非常重要 下面一个就是费用和价格 当然了费用和价格就是按照自己的预算走 在美国医院价格有最低的是产 破腹产两三千就能解决的 最高也有两三万才能解决的 所以根据自己的预算 医院的排名来综合考虑 下面的我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 医院的部门是否齐全 比如说学库啊 有没有放射介入科呀 有没有24小时的这个应急能力啊 然后再下一个我会选择的主要是人员的配备 那么医院一个生孩子比较好的医院 它需要配备的人员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就是Laborist 就是24小时的医院的住院的妇产科医生 第二个的话就是医院的Anexiaologist 24小时的麻醉师 在美国并不是每一个医院都随时有麻醉师 那么好的医院就会有24小时的麻醉师 当然这个也会跟你的预算 以及你是不是一个高危的情况来选择 那么下面一个 还有一个医院的就是部门 就是NICU叫做NICU 新生儿急救科 那么对于我来讲的话 新生儿急救科会比较重要 因为虽然费用会比较高 但是在一些简单的问题 很多情况直接在医院就解决了 不需要转院 其实还是少花一点钱 后面还是能生很多高昂的费用的 如果慢慢再转院 然后再把宝宝转院 那么这样呢 一是延误病情 第二个费用真的是太高了 那么再下面一个 我可能会考虑到医院的环境 是不是单人间 是不是单人间还是双人间 我要不要跟别人共享 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希望大家在选择美国医院的时候 都能选到自己想要的好的医院 谢谢